2024年才刚开始 武汉街头就出现了一些反常又怪异的现象 真的令我百思又不得其解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这么多店铺大白天不开门 到底在干什么 难道都回家了吗 还有一个月才过春节 到时候都在卖那种春节的一些 氛围的一些东西 你看这边有电动车 满大街的电动车 好多的电动车 真的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卖什么毛巾的 然后而且在武汉街头居然出现了人力拉车 在前面更明显 2024年开年的刚开始就出现这些情况 难道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吗 就是今年这个生意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不然这么松懈干嘛 有些人呢就想放松一下吧 刚开始就要卯足劲 往实里干 不然你怎么精神的给我别人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好多外卖小哥 一年四季封你来雨里去的啊 前面呢正在施工 这边呢出现了一辆人力拉车 上面拉满了货物 还有电动车在这里拉货 看到没有 旁边呢有很多灯笼啊 而且现在呢据说啊 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分批离开了 呃湖北武汉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主要就是啊 昨天前两天呢不是跨年吗 然后很多人外甥的游客过来啊 然后到江汉路 那边已经被挤的水歇不通 不知道大家到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视频没有 昨天呢我也去凑了一下热闹 感觉啊真的是不应该去凑热闹 发现那边完全走不动道 真的是令我百思又不得其解 而且昨天晚上据说啊 那个气球啊还发生爆炸了呢 还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 要不然呢这很危险呢 很多游客都说啊 明年再也不来武汉跨年了 主要因为武汉呢有个钟楼 武汉光 所以他们就过来啊听钟声 结果呢这个钟啊 网上不敲 大家呢自发的倒计时来数三二一放气球 可能很多人抽热闹吧 年轻人喜欢抽热闹 这就是青春嘛 你看这边有一个人力上拉拉拉拉车啊 大白天的这么多人力拉车从这边过来 你说这是时代在进步还是时代在什么呢 很多人的谋生方式啊越来越原始了 这边有好多店铺啊 今天第一天都没有开门 看到人们都活得通透了 辛苦了一年了 该好好犒劳自己 虽然说春节和跨年呢 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农历的春节 一个是功历的啊 然后阳历的春节 从啊 31号到1号 但是呢很多人都选择 放假了 给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不知道你们今年有没有休息啊 我觉得啊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不用太拼了 自己做私人老板的 该打拼的时候 拼命的努力的时候努力 该放松的时候放松 我觉得这些人是活明白了 活通透了 而且很多人都说啊 明年再也不来武汉跨年了 真的是令我摆 舌不得起血 哭笑不得 本地人在家里看热闹 那个外地人在这里 人挤人 你看这边外卖小哥 还有好多的一些农民工啊 他们在这边呢忙着 然后这边好多人力拉车正在调整 这货物还堆的挺多的 一趟十块二十块 很多人靠这个电动车养活一家人 这就是武汉开年的第一天的一个 街上的一些情况 没有视频真的是不敢相信 感觉这些现象啊 说实话 比去年还要更明显的 去年还没有那么多人力拉车 电动车 今年呢 真的是好多好多 好热了 好热了 你有没有想过要来这边来 搞个人力拉车 据说一年能搞个七八万的 你都不得了 这个绿银子 绿银子